大家好 我是刘弘云 今天我们开始学习 润脉上的穴位 今天先学第一个穴位 终极穴 终极它隶属于润脉 它是润脉于我们的独三阴阴的交汇穴 同时它也是膀胱的粉末穴 所以你看根据它的穴位的一个特性 它是第一个 首先润脉和独三阴阴的交汇穴 润脉什么 润脉起包装 然后润主包胎 所以润脉和我们的生殖系统的关系极为密切 那我们的独三阴阴甘脾肾 根脾肾的所有的生殖系统疾病和这三阴关系也极为密切 所以第一点 中疾是治疗男女生殖系统的一个特效区 男女的生殖系统的一个疾病 那针对这个妇科疾病 那针对这个妇科疾病里头 这个之前我讲过一个课是专门讲这个妇科肠穴穴的 它在妇科里又擅长治疗 淤血所导致的 擅长治疗淤血所导致的一些妇科疾病 那痛经闭经月经不畅这些 这是他所擅长的一个范围 那我们第二个我们说了 它是膀胱的腹目穴 膀胱呢属于什么 属于腹 我们有句话叫什么 六腹有病 首属下壳穴 对吧 下壳穴一八颗 目穴被夺使用 你看这个穴位的位置呢 又在我们的小腹部 所以呢 它是治疗膀胱病的一个主穴 膀胱病里头呢 它尤其又擅长治疗前线疾病 还有这个慢性尿路炎症这一类的病 那常使用呢 我们经常会配上水根啊 淋淋泉啊 配合来使用 第三点 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注意事项 我们扎这个穴位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先让它排尿 排尿排封 因为这个黄光 害你不排尿 充盈的时候 它直视紧针 它容易伤着这个黄光 这是第一点 如果你直视紧针 然后还有一个 针对这个男女生殖系统的疾病啊 我们进针的时候 除了持刺 还可以斜刺法 斜刺法就是我进针的时候 向着会音的方向斜刺 然后这个针感 它有一个很强的针感 可以向着会音方向放射 这种穴位的效果呢 这个男女生殖系统的疾病 效果是比持刺的效果要 以上呢 就是我们中脊穴 在临床使用的药点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遍 这个穴位是怎么定位 怎么进针的 中脊在我们的旗下四寸 也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的中脊穴 中脊进针的时候要点 记着一定让它先把尿排空 然后我们下针的时候 我们可以 一个是可以直刺 另外一个是可以斜刺 进针直接进一寸半 一寸到一寸半 金针 延转得气 中脊穴 如果大家喜欢针灸 喜欢抖着脊穴 请大家继续关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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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好